哪一方会更容易吃我 这个必须是我 每一个都吃醋 这个没有什么好比的 你真的爱一个人 你必须吃醋的呀 谁不吃醋 谁就有毛病了 我超级吃醋 那天我心情不好 有个人找他要合照 他想都没想 他没有说问一下我的意见 他说好 我说不行 一个小姐姐了 然后其实当时我有点 态度有点不好 其实我有点想跟那小姐道歉 但是当时我心情真的不好 然后他还不问我 不问我意见 他直接就是好 直接好 其实其实我就是 那小姐就有点尴尬了 他就是很 这个小姐穿得很漂亮 很礼貌的过来问 你好我能跟你合照吗 你好我就啊啊好啊 就很闷就回答了 不是你没有很闷 你好我可以跟你合照好 你这话没说完 他好一直出来了 然后你知道他什么 他就白就白就白了我们俩一眼 白了我和小姐姐一样 你就说 你干嘛 你不懂得拒绝啊 你你然后对那个小姐说不行 我先说的不行 然后那个小姐走了之后 然后我再跟你说 说怎么了 你不懂得拒绝是吧 就把西部门好尴尬 那你去跟他拍啊 那去边 你去就是了 那我刚刚不都说了 我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我要跟那个小姐道歉了 那也没道歉 那当时不是走了吗 他不是走的也蛮快的吗 后来上去站在楼梯口 那谁还看他 你还一直看着他咯 神经 神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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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了 累了在那里躲着偷偷笑 笑累了 被你笑到了 大笑了 是不是 神经 被他笑到了 这样 你在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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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被你 大到了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我跟你在讲一下当时那个情况 我心情不好了很久 你是知道的 是不是 可是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刚在那里那里坐了一会儿 心情好 心情好一点了吗 对啊 就刚好心情很差 稍微好了一点点 然后又被搞唱了 我没有不让你拍 但是我想的是你当时可以问一下我的意见 懂我意思吧 懂我意思吗 懂我懂 当时先问了我 我肯定不会说不行的 我也不是那么不讲理的人好吧 不是吗 我不是那么不讲理的人 你不准走了 你就待在这儿 我眼睛好酸 可他可惜 哦啊 好痛啊 男人一定要把对象摆在低位 听到没有 想想可能是吓一声 我知道 但是我就是很不爽 我现在想想我也觉得蛮抱歉的 就对那个小姐姐 因为我态度的确很不好 我说不行 我就直接跟她说不行 超凶的 但那个小姐肯定不会在直播间 他觉得你也会同意的 那他没有问我就是不行 那这是个女生 万一下次是个男生 万一是要 是个要微信的呢 男生怎么可能说 怎么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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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好了 这件事翻篇了 是谁呀 也有希望呢 这件事质疑的 帖子 是质疑是质疑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